三号移基上第十八章第十二节 苏罗居怕大卫 因为耶和华离开自己 与大卫同在 没错 昨晚我们讲到就是关于 我相信排第一的就是神的话 神的律例典章 知道神做事的法则 是会让我们能够在 面对同样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会更加 轻散 更加有把握的 去面对当时大卫 又或者这些伟人所面对的光景 而最重要的就是 使我们跟他一样 作出正确的决定 而实际上 这个是这么多年里面 最帮助到我的可以说排首位 没错神的话 神的话是安定在天 神的话应是从来不会改变 只要我们愿意 就是说照着神的话 去执行的话 神的话就会安慰我们 神的话就会解释给我们知道 为什么这些事会发生 就如我所讲 我们清楚看到大卫身上发生的事情 是有神的灵临到他之后发生的 我们很多时候会以为神的灵是万能的 神的灵临到他之后 所有这些坏事都不会发生的 神的灵临到大卫之后 就好像我们所读的 已经读了十几二十次的 就是《十母意记上》第十八章第十二节 神的灵临到大卫身上 就是说大卫不会遇到 扫罗这些迫害 他不需要离开他的太太 他不需要有若拿丹这个失去 他不会面对失去失去 没有这些关系 不是的 我们看到神的灵临到 在主耶稣身上的时候 他才开始这四十咒夜的禁食 换句话说 不是神的灵临到之后 他会为你带来安舒 带来一个偷懒的机会 这个是很多人以为 他寻找神的时候 这个就是最主要的祝福了 很明显不是了 就在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开始之后 神的灵临到之后 大卫才开始遭遇 这些灵临种种的不幸 如果我们真的要将它称为不幸 但是这些全部都是神的带领 这些全部都是神所预备 所奠定的精彩剧情 你或许会说 哇 没有了杀母耳 那有什么精彩剧情 咦 那我们就会看到 大卫一生 事实上我们看见 之后发生在他生平里面的 所有事迹 都在历史当中去传众 去歌颂 原来在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 神其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些 是我们眼没曾见过 耳没曾听过 心没曾想过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 神的话语和法则 让我们知道这些是神的心意 让我们知道 鼓励我们 帮助我们 建立我们 而第二样的特徵 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在过去这25年里面 是很帮助我能够走完这条路 在今天能够在这里和大家去分享 灼灾溪水谱 去讲这个经历 第二样就是 我们要从牛身上去学习 作出一个有质素的决定 去成为献上给神的一个最好的制 没错了 始终就算我们知道这些事情发生 但是始终我们都会挣扎 始终我们的心里面都会忐忆不安 始终我们都会在我们人生当中 我们会疑惑 但是当我们愿意作一个破釜沉舟的 有质素的决定的话 其实这些事情都不是问题 就如我所说 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就好像以纳十分一为例 如果我们做了一个有质素的决定 我们不需要每个月都痛一次 或者心痛一次 我纳十分一或者十分二 有质素的决定常常让我们 将我们摆在一个破釜沉舟的位置 而可以说说白点 就是挤苦难下的位置 怎么为挤苦难下的位置 就是原来破釜沉舟就要我们断了后路 让我们不单止断了后路 到我们根本不做不得的光景底下 其实我们的软弱 很多时候就不能够出来 我们看到大卫 其实已经落入一个 骑苦难下的光景 但这种光景很多时候会 鞭策我们的软弱 让我们能够能人所不能 当然或者未必是世界上顶尖移 但是起码会突破了我们的极限 就如我纯粹跟大家去分享 每一次神所给我们的异象 除了要我们完成那个时代计划之外 那个异象是使得我们完成的异象里面 导致我们用了我们一生去成长 使我们成为一个更有价值 更像主耶稣的人 去来到神的面前 换句话说摩西的异象 除了去带以色列出埃及 在那四十年里面他成长了 就好像亚伯拉罕由75岁离开了加勒底 除了个异象去完成了 让神的应许使他成为一个信心之父之外 在那个过程 阿伯拉罕是成长了 我们亲眼见到大卫 大卫在这个过程里面 除了完成神所给他的使命和托付 他成长了 但是同样 我们这间教会石安 神所重视的不单止就是 石安教会是奉献给神去跟从神 而神借着石安教会完成他的使命 这个不是神所只是重视的 神所重视的就是 在完成过程当中 我们整间教会上上下下 每一个齐心的人都成长了 这个就是神每一次 在每一个时代当中 他用的委员 他祝福的人 都能够完成神创造生命的真正的目的 让在整个生命过程当中 都没有遭太神一番的心意 但这个过程里面 原来就好像习分一样 当你将自己摆在 骑虎难下的光景底下 我们这个成长 每每都会飙升 而飙升的阶段 有时是我们一生之久 正着懒懒闲 都没有可能达到的 我说的是 有时我们一年里面的跃进 是多过我们一生里面 冷冷冷能够有的跃进的 而但是神就希望我们每一年 都有这个破釜沉舟的心志 每一年我们都愿意将我们 摆在骑虎难下的光景里面 藉着神的话语去鼓励我们 让我们每一年的突破 都是很多人一生之久 都没有可能达到的 而实际上大胃就是其中一个 最好的例子 沙漫伊基上第十八章第十二节 苏罗居趴大胃 因为耶鲁华离开自己 与大胃同在 神话语 永正人 只愿我方向 外观我共享 神话语 千万为无人 依靠你 将世情话困 我愿进入你电钟 求问 盼望我扶你随听 连出答稳 以你话语 亦奉承 释放力量 进入我内心 只愿我将引路 灵灯 灵灯 因你话语 是光辉 老人 亦 未经许可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